就是咱现在讲到马来西亚这一盘子嘛 你是什么时候关注马来西亚的 对了 我一直在想刚才我想说一句话 就是5000万这个 比如说5000万身家 我在200万我在湾区买个房子 可以吧 200万美金 据我了解能在湾区 湾区150万起买 基本上两万买个房子 然后呢 我再办个签证 签证我花个花点钱 那么我就是存银行 存个三四百万 三四百万美国的利息现在是五点几 对 他这个你光吃利息的话 可能会比较危险 因为美国利息高是因为他现在加息了 但这个加息不会一直持续加息 他应该是会降息的 降息之后他这个利息很快就会降得很 那美国的疫情前的利息是大概百分之多少 这个我没太关注 我现在是他加息之后 我有关注过 因为我买过一些定层产品 我知道现在是百分之五 但是我印象中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我印象中可能是 在利息很低的时候 可能是百分之一左右吧 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意义 就是在我印象里一直是说 你靠吃利息 来拿生活费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 就是你一般来说 你如果在美国的话 它的那个投资的渠道比较成熟吧 就是你有很多方式可以投资到不同的金融产品当中去 然后应该也不会遇到就是说像P2P啊 跑路这种情况因为它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体系吧 所以有很多金融产品你可以选择 比如买基金 对买基金 然后买股票 大盘 然后如果说是你对这个股票不是很确定的话 你不想做很多的一些研究 它有一些就是指数基金的 就是怎么说 就是它会把那个头部的几名科技公司按照一个权重 然后呢让你去买 就类似这种 如果是你对美国的科技股比较有信心 你完全可以买它 对 它确实是一直在往上上 我知道是过去十几年买美国科技股的人基本上都发了 对 它发了很多很多倍 确实是发展的很好 对 然后还有地产基金你也可以买 就如果说你不想自己去买房子放租 就想这些事的话 你可以买那种地产基金 它也有 就但凡你能想到的东西都有很多的这种投资渠道 所以一般都会拿到 当然是要看这个经济的环境好还是不好 就是大环境好的话 基本上都会有10%左右 如果你是买科技股 过去几年可能就不止10%了 肯定会比较高的 对 是的 对 地产今年年底降息以后地产应该会好 行 那就是不想烧脑的 如果想烧脑研究的话 可以去美国考虑一下投资这个东西 因为美国股票我是 对整个股市来讲我是最有信心的 是 因为在里面也确实赚过钱 如果说不想烧脑的就来马来找我们玩吧 我们就躺平了 因为马来夏的银行利息大概是最低的时候也就3% 就最低 3% 从15年到现在 因为之前我就没关注 之前我 没有关注这些东西 最低3% 然后我普通放在银行的都是4%左右 4% OK 20% 都还OK了 想躺平了就来马来夏吧 嗯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关注马来夏 大概 一两年前 一两年前 大概这样子 我觉得你可以靠着说点 如果你要舒服点 不要紧 对大概一两年前 然后也关注到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吧 应该说包括消费啊 物价啊 生活啊 教育体系啊 生活环境等等等等 对 对 因为我家里的一些原因嘛 所以小孩 暂时送过来了 对 根据我了解到的一个信息 可能 可能在某些方面 对我小孩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我就把家人先送到这边来 对 这样子 但是 你说 长期待着待的话 可能现在还比较早 因为我觉得可能职业发展 在贵谷还是比较正面啊 对 但是 可能应该会慎重考虑一下 比如说将来有一天啊 火腿熟了 或者怎么样 可能会考虑来这里 嗯 常在啊 对 对 这样子好 我觉得 来这里呢 可能就是为了孩子 嗯 你觉得在哪些方面能帮助孩子 哪些方面能够帮助孩子 就是说 就是首先就是这里 怎么说 人更多一些 对吧 然后呢 活动更加丰富一些 对 这样的话 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当然我觉得很多人想吧 可能不一样啊 就是说是因为 我可能对于怎么说 我生活的那个区域 就行为快乐教育吧 因为我生活在一个不是很绝的地区啊 在罗工 所以有一点 有一点小败心 对 所以所以是希望他到 亚洲来待一段时间 打下一个比较好的 基础 对 这是一个比较很简单的原因嘛 对 将来的话 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之后 他再回到美国 对 这样子 大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嗯 他的中文好吗 中文不好 对中文不好 所以考虑过回国 但是 因为国内的话 就是说 英文环境可能 当然你可以去 国际学校啊 就是说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国内可能有点卷啊 对 对于就是说 美国的学校 习惯美国学校的一个孩子的话 到那个很简单的环境 反正 我身边的朋友吧 带小孩在 比如三四年级 四五年级 回国的话 他们适应的可能会比较艰难 就突然到了一个很高压的 对 对 这样子 对 我设计上 可能对 小孩不太适应 所以最后 经过河南之后 可能马来西方是一个比较 着重的一个选择 对 为什么你没有选择新加坡啊 没有选择泰国啊 选择了马来西方 新加坡的话呢 对泰国可能就是说 语言上 别边担心 因为讲泰语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去过泰国啊 我不知道讲英文在那里 够不够好 国际学校也是讲英文的 够叫讲英文 但是呢 你想学泰语的话 他也会教你泰语 OK 回来跟你讲 爸爸扫地 好 这样子 好吧 对 对 因为之前可能在网上接触到的 关于马来西方的信息比较多 然后觉得环境也不错 对 然后人也很友善 对 各方面觉得挺好 就去的来试试吧 嗯 没有想过去新加坡看看 新加坡 因为你 给我的感觉是 你哪都没看 你就直接就扎过来 嗯 是不是这个事 还是我 理解错误 这个 怎么说呢 对 因为我们在这待的时间 也不是说 特别长嘛 就是说现在才待了一个多月了 对 可能我们再多待一个半年左右 这样子就回去了 所以当时也没有啥特别多 这样子 嗯 新加坡据我了解啊 据我那边认识的同学 那边也是很专的 对 也是非常专的 当然我认识的 我大学同学在那边也是要 每天带着小孩上各种啊 各喜欢啊 或者怎么样子的 对对 这样的 对 然后我觉得 我当时稍微研究过一下 马来西亚的这个 特别是华小的课程体系 但是给我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是说他把这种品德教育课 品德教育课就是要鼓励你 对人友善勇敢勤奔 这是一个主课 所以会不停地给你写说 你一定要勇敢一定要诚实 一定要对人友善 但是这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证实 然后我觉得你看 中国就是很古代的那个私塾 就是李一万是放到第一位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那个是有点相同的 对我是比较认可这种教育的架构 我认为是对有一个良好的品德 是比较好的一件事 那现在您在这待了一段时间了 感觉如何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 对 生活比较丰富吧 然后饮食也是肯定是比美国要丰富的多了 因为美国的中餐可能比较爽吧 对吧 对 然后比较惊艳的一点就说 因为我们在美国就想吃中餐 或者吃一些比较亚洲的美食 很艰难吧 你就周末的时候要开车 开那么长时间的时候 去中国车才能吃得到 你的这边是听见就能吃得到 所以来这里一个多月 几乎没吃到重样 我觉得非常开心 这个是非常惊艳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大家都很友好 非常友好 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很友好 也是这样说的 对 然后我觉得马来西亚发展也很快 对 城市建设分线也很快 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地方 对 然后我觉得 教我儿子的老师也比较认证负责 对 不是 应该说整体来讲 那节奏比美国要快一些 比美国要快一些 哇 马来西亚节奏比美国还快一些 美国好慢啊 好多人在这想退休养老 就觉得马来西亚慢节奏了 你说美国节奏更慢 我的天哪 对 谢谢 对 反正我觉得整体的话 就是 应该还挺好的 所以我们也 正正考虑说 如果前来有天要退休的话 假如我们认为 美国的这个 到时候我们的 医保如果跟不上 或者说是 医疗比较发愁的话 可能马来西亚是一个 非常好的学者 对 退休了 你有去过哪玩的 你现在在吉隆坡吗 对 我就在吉隆坡附近 然后去几个 比较好玩的区域吧 像吉隆坡市中心去过来 然后安邦去过来 然后 Monticare 基业地吧 大概转一下 对 我现在是住在 Bankster那边 嗯 你的家人来过吗 父母啊 父母还没有来过 但是我的月父母来 我月父母来 感觉如何 感觉也不错 感觉也新晃 对 他们可能跟关注 比如说消费比较低啊 然后这里 生活压力小一些 然后 可能 大家更平和一点 对 没有那么去 但是他们只不会讲英文的 对吧 对 他们只不会讲英文 不会讲英文 他们这边生活 是不是必须要你们来带着 对 在吉隆坡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可能在槟城好一些 在槟城讲华语更多 对吧 对 在这边的话 很多人还是讲英文和马来语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有点困难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就是提醒国内来的朋友 因为很多视频说 这个 马上这边是讲中文就可以的 这是不可以的 尤其是在吉隆坡 还是要会一点英文 对 而且 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 英文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对 所以其实像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的英语应该比较标准了 但是我发现我讲 我认为 我认为的标准源于 当地人是听不懂 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然后他们讲的话 有时候我也听太多 你需要想很长时间 才能明白他的英语发言 是怎么样 所以会有这个英语口音的问题 也是一个比较 对 那你还会待多久在这里 大概还会再待 几个周吧 几个周就要回美国 因为有签证的问题 你现在还在美国工作呢 还是已经创业了 还是在工作嘛 因为我现在在马来西亚 也是白天要工作一段时间的 对 白天要工作一段时间 我并不是请假过来 你可以远程工作 对 我可以远程工作 对 但是还是挺辛苦的 早上五六点要起来开会 五六点 时差 对 时差嘛 那个时候这样是美国的下午 对 所以团队也是挺支持的 所以他们主动把会议都调到了下午 所以早上起来跟你开就会 其他时间就比较资议 对 那就是两地跑了 将来可能就是孩子在这上学 然后你太太也是在这 对对对 太太就陪了孩子在这上学 对对对 是的 是有全职赔资�aj 对应该是全职 junは有工作要做的 他也可以远程 所以比较临奉 你们两个都是IT行业的 他不是 他不是IT行业 对 问啊 这老罗这一天天干啥的 是吧 今天呢 咱就拍一拍 老罗一天天干啥 也是工作满满的呀 走这 С balt 所以我拿卡